根据官方选举结果 国阵在鹏亨州白朗埃补选中 已多数票获胜 官方成绩显示 国阵巫统的阿米扎在这次补选中成功获胜 获得了7,324张选票 而国盟一党的卡辛沙默 只获得了4,375张选票 多数票为2,946 独立人士哈斯利仅获得46张选票 国阵的阿米扎也在脸书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证实了这一好消息 并感谢支持者 行动党中尉陈鸿坚确认他已受封为拿督 尽管这违反了该党的立场 他选择以真诚的态度 接受了沙巴州政府和州元首的推荐 并将决定是否接受薰衔的事情交由党来处理 陈鸿坚表示 他在周四收到了沙巴州政府的通知 要求他在周五前往州元首府参加彩排 并在周六参加薰衔赐封仪式 尽管他曾考虑拒绝州元首和州政府的决定 但他的名字已经被列入授封名单 并且该名单已在线报上发布 因此 他认为应该尊重州政府和州元首的推荐和决定 他强调自己是沙巴人 这一提名来自沙巴州元首和州政府 要拒绝并不容易 他以真诚的心态接受了这个薰衔 他表示将向党自首 并将一切事宜交由党来决定 是否接受沙巴州元首赐封的薰衔 近期有关沙拉越内阁将进行改组的传闻一直在流传 但沙拉越总理丹斯里·阿邦佐哈里对此进行了否认 他在昨天视察甘榜鲁伯蓬古稻米种植计划后 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并不知道有关沙拉越内阁改组的消息 他对记者说 你记者哪里听到的 是谁告诉你的 我完全不知道有关改组的事情 没有 他补充说 他对沙拉越内阁的表现感到满意 目前沙拉越内阁和沙盟政府 都专注于沙拉越的转型进程 卫生部前部长凯里认为 团结政府在执政不足一年就进行内阁大改组 是一种不寻常的运作方式 他在新山举办的柔佛州国际青年会议后 回应了记者关于内阁是否改组的问题 他用足球比赛的上下半场分隔来举例 表示如果要进行内阁改组 至少应该等待两年 凯里说 以我的经验 应该等待至少两年 才进行改组才会更好 为了公平起见 应该给部长们展示他们能力的机会 10个月或11个月的时间 来看成果是不足够的 切勿过早下定论 他认为团结政府组建不到一年 过早进行大规模改组 适不适当的 尽管他认同首相安华 有他自己的考虑 但他个人认为改组时机尚未成熟 凯里之前提到 首相有两个选择 一是进行内阁改组 二是填补已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沙拉胡丁留下的空缺 他认为内阁部长面对批评和投诉是正常的 他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关于是否国家诚信党将填补上述内阁空缺 以及适当的人选 凯里表示 首相一直非常尊重盟友 因此相信会仔细考虑 虽然这是诚信党的非正式配额 但谁适合出任将由决策者决定 土团党最高理事拿督旺塞夫表示 反贪会突击国盟主席穆尤丁的律师楼的行为 是史无前例的 让国家感到羞耻 他在出席土团党五级牛乳俄区部妇女组大会后 在记者会上表达了这一观点 旺塞夫认为 反贪会突击穆尤丁代表律师的律师楼是烂权的行为 并且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 他指出 团结政府声称没有干预司法 但这是一种欺骗 他还表示 他已经向穆尤丁代表律师证实了这一事件 而反贪会也尚未解释突击的理由 前首相穆尤丁批评了现任首相安华 认为他迟迟未委任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才会造成了如今的白米危机 他在国盟白朗埃州席 补选投票日前夕的造势大会上认为 安华领导的政府应该尽快填补这一部长职位 以避免引发更多民生危机 穆尤丁指出 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沙拉胡丁于今年7月中旬去世 但至今这一部长职位仍然悬空 他表示 柔佛州普莱国席和新邦二南州席的补选已经完成 但部长的职位仍然没有人接任 这导致了白米危机 他进一步表示 目前农业及粮食安全部负责处理白米问题 但不同部门有不同职责 农粮部负责稻米生产 而国贸部负责监督销售 他担忧 如果问题涉及到批发商 那么农粮部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穆尤丁还表达了 对明年全球经济状况没有改善 以及粮食供应链仍然不稳定的担忧 他认为这可能会导致马来西亚的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 他强调 如果团结政府无法解决国家和人民面临的问题 国家经济危机可能会加剧 最终将直接影响人民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表示 前高盛银行家黄宗华预计将在今晚被押回马来西亚 以旅行之前马美双方达成的协议 根据协议 黄宗华在美国的审判结果是否定罪 都需要回到马来西亚 继续面对未完成的商业罪案调查 塞夫丁指出 黄宗华多年前应涉及一码公司及金钱罪案而受到马来西亚商业罪案调查组的调查 在案件进行时 美国已完成对黄宗华的控状诉讼 因为他也涉及美国的刑事指控 美方向马来西亚提出引渡申请 要求将黄宗华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 当时的总检察长同意了美国的引渡申请 并将黄宗华以暂时移交的方式押送到美国受审 导致黄宗华的审判时间延长 无论黄宗华在美国的审判结果如何 根据马美双方的协议 他都必须回到马来西亚继续面对未完成的商业罪案调查 因此 总检察署已向美国提出通知 要求根据协议将黄宗华押回马来西亚 以追回属于政府的资产 谈到今天的活动 塞夫丁说 内政部通过国民登记局 放眼在今年结束前举办1500项关爱服务计划 他指出 登记局已于今年1月至9月30日期间 在全国举办1411项关爱服务计划 并接到约4万份由该局管辖的申请 包括咨询服务 中文字幕提供